房祖民监狱风云之泉落眼菊花 房祖民真正与风云 家动居留的日常曝光后 房祖民的日常夜市如何呢 请请提要一下 因为它持有大妈超过50克 加上容易他人吸毒设计形式 不同于阿东纯粹行政居留 至少要被关撒死天 房祖民是被关在东城看守所 附近有许多律师楼 根据所欺骗那天律师套路 祖民的监狱风云 差不多是这样子的 在北京嫌犯管理特别严谨 一来怕强动机 二来怕传染病 必须一律脱光检查股肛门 楼房部分则是18人的大通部 是木头地板 通常不会关到满 嫌犯得天天打扫 说干净点 这地板必须擦到穿白袜子 也不会脏的程度 说是怕犯人生病了 因此传染就麻烦了 三餐部分就只能吃馒头 配点青菜 想要吃别的 爱就得加钱买 律师也说 今年中国例行凡府 尤其东城 位处中心区域 公安真的不会放水 即使是正式委员成龙的儿子 在监狱里啥都得做 很难想特权 从东森关在不同处 能做起时间 是一样的 早上标点起床 晚上十点真情 无设训时要顶到 笑两点 其余时间只能看新闻 或是真理炫导节目 他们也跟一般的嫌犯一样 可以放放风 但房东实在太受瞩目了 放风处有铁条遮掩 观总局不会让媒体拍到 因为房组民设计刑事案件 在提起诉讯前 是无法探视的 听过了online 后会莫及报导 有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